李先生一家人243万元的积蓄被邮政储蓄银行南京江宁之行原行长挪用 后该行长因犯挪用资金罪破刑两年三个月 法院则令其退赔被害当位邮储江宁之行243万零109元 刑事官司判了 但钱还是要不回来 于是李先生一家将邮储江宁之行告上法庭 要求银行赔偿 却被银行拒绝 李先生一审胜诉后 南京中院在二审时做出了发回重审的裁定 李先生一家表示 已经在南京江宁法院开庭前调解会议几次了 但银行以我们存钱后没有经常查询为由 认为我们应该承担责任 3月16日 李先生向记者表示 据多份调解笔录显示 邮储江宁之行答辩称 储库在处理自身存款过程中 没有尽到审慎注意义务 自身存在过错 因此应自行担责 对于有储江宁之行的说法 李先生等人并不认同 李先生称 这么多年过去了 钱拿不回来 银行员工挪用资金 银行可以先行赔付后 再进行追偿 不能坑储户的钱 哈 这个这么离谱的事 因为太不讲信用了 开始慢慢的就是要写漏出本性了 来了 你把我们把钱存在银行 然后这个钱没了 银行说你有责任 谁让你不天天看着他呢 还有这样的说法 这个有点流氓说法 我觉得这个新闻太离谱了 这个可是官媒啊 焦点是官媒 太离谱了 太不要脸了 对 这个是 这是 新闻太离谱了